人質的發明者和受刑者 看高祖女侯與戚夫人 女性的地位向來都是歷史無法迴避的尷尬 長達數千年的男專女卑 將女性推置到極端的附庸之境 而且越演越烈 她們在男性力量的傲慢之下 成為歷史各國時期生涯的工具 戰利品、賞賜或是原業的資本 逐之物化 即使她們被那些男性的皇權 賦予了後非的地位 但在雍容懷季這些專稱之下 真正被完整記下的姓名有多少個人呢 說穿了武儀天下這個這麼好的名字 不過是帝王帝門的齊家座政 名垂青史的大好陪襯 又或者是一個傾倒王朝衰衛的原因 紅顏禍水可以說是一個可悲的託詞 但某種意義上也只是歷史不公 才顯得她們能夠流傳下去的女性 通常都是真正意義上的出淚拔萃 無論是這一方面的出淚拔萃 她們證明了花容月貌無才為德 不過是男人們為了保存自己顏面的一廂情願 而傲慢的男性歷史中 添下了不讓鬚眉之筆 就算是用鮮血添上去 事實上 金人已經很少用陳婦的傳統眼光 回頭過去看過一些女性 例如女后這位史上第一位垂念青青的皇后 人智的發明者 所謂的人智 意為人珠 即是斬去了人的四肢 畫出眼珠 以香足分龍相義 又用藥讀下 卻留下其人的性命 事實上 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為 歸結為一種刑罰 並妥貼 人智這個名字 並不是一連串行為的總稱 而是對受害者的命名 然而留下性命 生不如死 就連人智這個稱呼 本身 某種意義上 也是一個酷刑的一環 對精神的極端摧殘 被處於這個酷刑的 就和這個酷刑的發明者 女后一樣都是個女人 她是看高祖劉邦的寵妃 歷史上有名的戚夫人 關於戚夫人的傳名 有資料清其本名 戚意 但已經難以考證 某種意義上 戚夫人之所以在歷史上 黑黑有名 也只是因為她和女后之間 各自為了自己的孩子的帝位 繼承權而爭鬥 而遭到如此慘絕人魂的報復 女后原名 女志 至俄虛 早在漢高祖劉邦 仍身為秦朝的 配縣庭長 就已經嫁給劉邦 做妻子 根據史書的記載 女志的父親 喜歡看相 認為劉邦面相非凡 但斷言自己這個女兒 非劉邦不能駕馭 因此 將女兒嫁給劉邦 這樣的情節 頗有野史傳說的意味 但事後 又的確 如其所言 劉邦死了之後 女后一手遮天 以一個婦人的身份 來稱制 古來第一 然而在劉邦 劉邦建立漢王朝之前 劉邦和女志的夫妻 生活並不平順 根據《史記》的記載 劉邦施放易奴 並在 蜂羊山起義 而女志和劉邦父母 卻因此 而被捕而入獄 秦朝滅亡後 女志又被漢語軍俘虜 和劉邦的父母 一起被人當作人質 做了幾年 這樣的生活 一直維持到 楚漢洪溝以和之後 才被送還 女志和劉邦雖然結發夫妻 但真正在一起的時間 也只有兩個人結婚的開始 直到劉邦 在蜂羊山起義之前的三年多 這樣的時間 西緣前2002年 劉邦清帝 女志被封為皇后 立其子 劉邦為太子 如今已經沒有辦法考證 女后 是不是一個美貌 很漂亮的人 但關於戚夫人 幾乎所有的史料 都稱戚夫人美貌異常 精通歌舞 尤其是一種喬咒折腰的坐地舞蹈 才貌相傳 似為功論 儘管歷史未曾給一個具體的時間 但記載中 女志被鎖軍送還之時 戚夫人已經是劉邦 甚為寵愛的姬妾 年長適衰 而且缺乏共同生活 基礎時間的女志 比之前 你這個年輕貌美的 倫庭事務的戚夫人 草望出身的劉邦 喜歡哪一個 就不言自美 史在 女后送歸後 很少得到劉邦的召見 夫妻日益疏遠 從這個意義上看來 在類似為自己所生的兒子劉邦 和戚夫人所出的兒子劉邦義之間 高祖劉邦 必然會傾向劉邦義為太子 而根據記載 除了對戚夫人的喜愛不在話之外 劉邦義本人也充惠有家 很有乃父之風 相較之下 太子劉邦 性格雷弱 不堪重用 史書甚至記載 劉邦曾經說過 如意類我 太子不類我 一類的言說話 但即使如此 並不意味劉邦可以擅自 將劉邦義立為太子 因為呂誌是正室劉邦義的長子 這種廢長納幼的行為 在當時來說 是對於講究次序倫理的中法制度的顛覆 必然動搖漢王朝的國之根本 這樣令到整個太子之位之爭 實際上演化成劉邦、戚夫人和女后 和當朝仲臣之間的博弈 一場個人喜好和中法倫理制度的博弈 據記載 戚夫人透過日夜提出的方式 使劉邦下定決心 令立太子 因此劉邦將年紀上世的劉如義封為趙王 為改立太子御埋伏筆 此後劉邦數次向群臣透露 欲改立趙王如義為太子的意圖 但一直遭到朝中的眾臣強烈反對 另一方面 女后亦都積極圓落朝中的大臣 打消劉邦廢立太子的念頭 其中對於典型的例子 就是跪謝周昌和沙昂山四酋兩件事 據在劉邦第一次提出廢太子之意之事 丞相周昌帶頭反對 甚至堅決表示期期不奉朝 令劉邦廢長立有支點 一經提出就被打回 女后聽到之後甚至跪謝於他 而真正令劉邦徹底打消念頭的是 湘山四酋出山之時 所謂湘山四酋是自巡視 為了躲避戰亂而隱居的山林的四位言士 年月古稀頗有成名 劉邦曾經數次邀請他們四出 但都被拒絕 然而一次朝宴之時 劉邦發現有四位白髮老人 隨著太子一起參加 詢問之下 得知四人就是自己邀請了很多次 都受到他自己的湘山四好 朝宴過後劉邦和戚夫人相擁而入 並並下令叫戚夫人憲慕 而自己就作歌道 說 紅酷高飛一舉千里 與核已袖還絕四海 還絕四可當可奈何 須有陳曉上安所思 意思就指太子已經與翼山齊 與翼翼風再難撼動 而從此之後 他們也沒有再提及改立趙王如意之事 實際上 根據《史記》的說法 雙山四號的出生 並非因為太子流言的威望 而是呂後因廢納之時 問計於樓後張良 而後按張良的思說 以太子的名義 寵麗卑馳請出了四號 這場半戴鬧劇的太子之爭 也就以此告終 某種意義上 儘管戚夫人受到劉邦的寵愛 但畢竟她不暗世故 而呂後在多年的顛沛流離之中 深受磨煉 圖存意識和權貿智慧 遠高於戚夫人 這是不真的事實 同時除了廢納太子的失敗 只要劉邦一死 戚夫人就再沒有任何醫校 漢高祖十二年 劉邦嘉賓太子流行職位 畏帝 由於流行的年幼 戴權就落入了呂後的獎中 其實如果排開呂後一連串的 瘋狂的清洗報復 呂後在政治上的作為 好位極高 是公認的西漢文帝 景帝時期的太平自小的奠基者 然而歷史也都一再向我們 證明了一點 一個優秀的政治家 未必有一個美好的人格的人 呂後也是如此 為了剪除後患和報復戚夫人的母子 呂後令人將戚夫人 剩法格依家 囚禁於永巷中米 其後又將旗子照黃流如意 從封地照回皇都 繼而毒殺 有資料稱 衛帝曾經試圖保護這位弟子 將他接入宮 同寢同食,但这个举动并没有令刘如意逃离厄运 反而更加令到女后对自己这个亲生子也身心介体 独撤赵王刘如意之后,女后就将戚夫人改造成史上有名的人质 丢在一个骚髒的厕所里面,折磨了几个月之后那么久 不知是否出于试探,还是有其他原因 女后竟然命人引自己的亲生子流行前往参观 年幼看药的位帝得知自己的母后竟然如此惨绝人患地对待戚夫人之后 悲痛之余,亦都惭愧自己是女后的亲生子 不配置你天下竟然抛弃这个朝政,没多久就病死了 实际上包括这个间接被她害死的亲生子留言 刘邦所留下的八个儿子当中,至少有四个人的死都和女后有脱不开的关系 不得不提,或者诛杀刘邦其他儿子和残忍截磨戚夫人都能够理解 但对自己亲生子留意这个举动,无疑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病态 正如在后世的闻人不下,戚夫人向来是一个财貌相传却又悲惨收场的形象 赢得了无造读者的爱慕和同情 而女后亦都在各种的戚扎下,越描越黑,几乎成为狠毒婦人的代名词 但必须一提的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之下 对错已经似乎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明觉分辨,不可辩驳 反过来,若然刘邦真的成功改立刘茹二为太子 那女后和刘盈的下场又会怎样? 看朝后来的命运又会怎样? 显然是无一个答案,而历史就是在诸多是是非非可能中 不偏不倚地走到现在 而且或者值得因为的是,女后的功过也好 戚夫人的悲喜也罢 正是因为这样才是难以令人定论 才显得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是无后人造作之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戚夫人死在厕所 竟然被后来的民间转为刺臣 很多地方至今仍然保留在厕所旁边 供奉戚夫人的习俗 而狠辣的女后似乎也都后来遭到天陷 根据后汉书记载,西汉东汉之交屋的新朝时期 荣著一时的赤眉军,杜挖高祖力 竟然以取其补货,逐污辱女后师 传说传出 这个说完了,这个无手无脚的酷刑 发明人的故事就是这样 这个第一个故事就是这样 好,现在讲第二样